随着神舟19号飞行任务已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神舟18号乘组返回地球的日程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 三位航天员所在的中国空间站 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 天舟7号货运飞船和神舟18号载人飞船 组成三舱两船构型 空间站里都有哪些新的布局 三位航天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精心录制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空间站 最重要的舱段 核心舱 它是整个空间站管理与控制的中心 我们平时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这里工作、就餐以及交流 这是我们的餐桌 这是加热装置 微波炉 还有冰箱 以及饮水分配器 由于太空失重环境的因素 水不会像是在地面一样 老老实实地在杯子里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饮水袋来接水 这样就方便多了 每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这是指定长的睡眠区 这是我的睡眠区 这是广苏的睡眠区 在每一个睡眠区里 都有一个像这样的悬窗 这可是宇宙级别的旋窗 我们在工作之余 就是通过它来遥望美丽的地球家园 孟天舱里还有不少锻炼器材 这里也是我们重要的太空建设房 米聪正在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抗阻锻炼装置 载轨通过深蹲 硬拉 划船等动作 进行上下肢的力量锻炼 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增强肌肉力量 对抗失重带来的肌肉萎缩和骨密度丢失 马上在10月底 我们将在空间站迎来神舟19号城主的到来 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将返回弟兄家园了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室 除了按计划开展各项载轨实验 和对整站进行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以外 也在为迎接神舟19号飞行城主的到来 做相关准备工作 还有对我们在任务期间 开展的各项式实验所生成的重要数据 以及采集的各类样本 进行整理和下行准备工作等等 咱们东风卓卓炒见